哈喽大家好我是MT 哦不我是RT 主要职业是个坦 人称江湖老师机 拖人比拖怪还多了就是我 没错 今天就是要来聊聊一部13年前 由同仁创作的魔兽世界二创动画作品 我叫MT 这部作品当时在动画里加入 时下的各种网路流行及恶搞文化 以及将许多游戏中搞笑的真实行为 加入剧情之中 让各国的魔兽世界玩家是各种共鸣 也不难看出当时的编剧有多么喜欢这款游戏 尤其是剧中对角色的塑造更是深植人心 例如一本正经却爱听八卦的盗贼姑娘 以及没几句对白却让观众印象深刻的高丸痛牛 还有搞笑又令人喷饭的人类 无火求神叫 再再都是剧中相当搞笑的各种角色 总而言之这部动画从2009年第一季开始 总共演了7季之多 看这部动画就像在看一个小孩从开始学走路 一直到他大学毕业进入这个万恶的社会之中一样 而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他们的主角MT 他是个部落的15等牛头战士 在一句哀嚎洞穴的路上碰到了牛头人傻蛮 他是个超级强势的母牛 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 是的 这个游戏是真的有妹子在玩的 我的过小同学就是其中一位妹子 还有传说中的巨魔猎人 这人智商奇差无比又傻又自大 整天出收鼠意浪到贼伙伴跟他一起去搞事 更别说他的游戏能力只有一个烂而已 不过他却意外地拥有团队意思 然后还有兽人潜行者呆贼 这职业一开始其实叫盗贼 后来才证明为潜行者 而这个呆贼就是时常被猎人叫去一起搞事的那位 为人重情重义又老实 回忆的缺点就是傻得无人能及 前两季就是用来衬托友情的感动担当 最后一位就是咱们的亡灵法司 玩的是男角声音却是女生 基本上就是一个存在感相当薄弱的人妖 于是这一票奇葩 因缘忌讳下聚在了一起 攻略那个传说中的哀嚎洞穴 想当然而的一群傻逼新手 肯定一进去就倒探 倒探也就算了 萨满更是一个劲的往前去送头 正当有人好心提醒 不要再隐贵了 一根煞气的箭矢硬身射了出去 是的 这就是网路游戏时代 攻略副本地图的时候 常常会碰到的趋势 认真玩家在这个时候就会马上跳出来开喷 你擦擦的会不会玩游戏啊 你是用鼻毛在玩的吗 我阿嬷来都比你会玩 干脆把角色砍了回家是哪去啊 也正因为网路游戏会遇上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人 才会一直发生各种完全无法预测与控制的趋势 才造就了网路游戏的趣味性 就这样 这群菜鸟在堆尸流的教育之下 总算学会了怎么攻略这个哀嚎洞穴 更别说还会达到一万有人终里跑去拉屎 这个时候就会使用跟随队友的功能 让自己还能继续吸趴或者推进度 后来这群菜鸟肯定又在MT的带领下 使了MT带着一群火车来碾过自己的队伍 众人再度回到了灵魂状态 就这样倒了右推推了又倒 那个大火一起想办法突破副本的过程 就是网路游戏的醍醐味啊 于是在MT一伙的努力下总算达到最终Boss 可想而知了再经过这么多苦难的磨练 大火的默契肯定培养到了旗帜巅峰 这次一定可以轻轻松松的全灭 没错大火再度灭团 这也是当时网路游戏的一种胡椒眼啊 是不是后来MT开心的走着路逛着街 打到了把坦用的绿色单手剑 正要大家一起骰骰子的时候 就被咱们的法司给截了 这在当时可是团队的大戏 绝对不要拿自己职业角色以外的装备 绝对不要 就这样MT一个大怒直接离队 最后还是在傻瞒的劝说下 MT才总算打起的精神 去又被联盟的暗夜妖精给守了一整碗的粉 真的是非常的恶劣啊 不过在这弱肉常识的世界 打不赢就是打不赢 PVP也是当时网路游戏的一种番茄匠啊 于是众人只好战且退回春庄枕装待发 就这么碰到那个传说中的牛头人法师 是的 这人就是传说中的奸商德鲁伊 一件英灵胸甲可以卖一辈子 殊不知这件胸甲最后还是在第四季给卖了出去 不过是剑甲出售就是了 后来MT到处乱跑乱逛 各种座船探索世界 真的是一位真正的游戏玩家 就这样跟众人猜善 遇见了我们的牧师妹妹 凑着一口奶鹰整天妖言惑中 咪的MT哥哥是整日晕头转向的 基本上就是本作的卖萌担当 后来众人总算组了个工会 那就是咱们举报大队的开端 于是经过了一连串的闹剧之后 举报大队总算回到了最初的副本 哀嚎洞穴 只比上市多了一等的MT伙 究竟能不能顺利的攻略这个史诗级的简单副本呢 难得我们的MT对宝箱的执着 真的不是一般的执着 就算要冒着被灭团的风险 死都要开路边的宝箱 最后众人总算再度的来到BOSS面前 只见MT的队友一个接着一个被施烂 怒不可遏的MT只好使出传说中 主坛的大绝招 罗石落跑之术 没错 我们最英勇的主坛抛下队友 断尾求生 这真的是网路游戏里最大的乐趣了 最后MT再度回到队伍之中 众人齐心协力 总算把这个BOSS给击败 是的这个副本还有下一个BOSS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下一秒这伙菜鸟又要灭团啦 于是众人开始改变策略 能闪着闪能溜着溜 不然这个副本打到 我叫MT第七季都打不完呢 好说MT拉一个 法师羊一个 猎人兵一个 上 没错 在错误中学习沟通 就是当年网路游戏的WASABI 你搞毛啊 更是那个年代常用的一个用池 我看地图上还有好多好多没有去过的地方 正想赶紧升级去外面看看 我看到除了奥格鲁拿外 还有好多好多大的城市 我们想有一天能去包工城居住 因为我喜欢这个名字 那里一定很美丽 人们有杀浩克温柔可亲 我一定要努力升级早日去往包工城 MT你愿意陪我一起去吗 不会 不会 是啊 我要带着我的君猪 游便整盘埃德拉斯 看那些没有看过的风景 在那里刻上猎人道字一游 MT你呢 我 我要成为强力的MT 然后 没有然后了 你太没追求了 那是你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知道和大家一起很快咯 啊 啊 刀子你呢 这算是又在你了 那些年我们玩的线上游戏 就是这么的有益吃 整日挂在线上哪怕什么都没错 只是跟工会里的伙伴们打屁聊天 跑去游戏里的一些漂亮的地区 拍照打卡都觉得十分有趣 是谁说玩游戏会让彼此越走越远 玩游戏反而会让人互相了解 当年的我们玩的不是游戏 而是一种人与人的交流 许许多多的夫妻更是在各种游戏里邂逅的 就像傻蛮牧师还有MT 他们之后还会遇到更多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物 不管是联盟的还是部落的 都是人与人之间理念与立场的强烈碰撞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 至于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事 就交给各位自行去追寻呢 当然如果你想更快的了解的话 就一定要来玩这款我叫MT 经典在先 动画里所有的经典角色全部都会在这里出现 跟着我们一起再次创当世界 这是一款策略型放置RPG手游 没错它是放置型的 最适合我们这些不再是当年那些时间很多的小伙子 而是步入着炼狱社会力求生存的社出门 轻松游玩疏解压力最没负担 当你一整天在公司里被老板干 回家路上又踩到狗屎滑了一跤 上公车还因为紧急刹车摸到隔壁阿姨的肩膀被搞性骚了 回到家又看到自己的女朋友 哦不好意思你没有女朋友 回到家又看到自己养的母猫跟隔壁的公猫跑了 只要你坐在沙发上打开我叫MT 经典在线这一切就都无所谓了 只要看着游戏里的MT火奋力的为了升级而敲着跪 你就会发现这世界上还有人比你更惨 所有的鸟是所有的压力全都可以化解 在这游戏里一开始可以选择最初的六位主角中的一位 吃的就是我们的呆贼猎人法师傻蛮跟神棍德 每个人的职业能力就不需要我多做解说了 我们将跟着MT火一起击败那个卑劣的暗夜男 整天只会干杀菜鸟这种缺德式 后来甚至还可以转制成更强的职业 获得更厉害的专属技能 更别说还要分配能力点这样典型的有趣系统 而在游戏里我们也不是孤单的 可以透过通关的进度一一复活使去的其他伙伴 让传说中的菊豹大队再度复活 在我们MT的探索道路上绝对不是寂寞的 更别说这游戏的主角们都有原汁原味的配音 当年那些熟悉的声音将会再度回归 游戏现在正在事先登陆的阶段中 最重要的是现在加入Wasabi官方LINE帐号 完成事前登陆 就可以在游戏上市时获得神秘卡包 完成下载平台抢先预订再加赠 金币500和银币10万奖励 最屌的是可以抽Apple AirPod Max耳机等大奖 还不快一起来MT的世界一起干爆暗夜男 抽大奖 我是RT 各位玩的不是游戏是回忆 我们下次见 拜拜